姓名身高跟他的成绩 会有四个成绩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呼叫 因为我们是继承Person 所以要呼叫部类别的成员方法 那部类别成员方法里面有三个 那我要透过这个set 有没有 其实刚刚同学问到 set是修改部类别里面的 部类别的方法 那这个三个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去修改什么 修改他的 刚刚讲的 这三个方法就是 可以修改部类别里面的成员变数 方法ID跟name跟hide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三个参数传进来之后 前面这三个参数 再传给部类别的方法 去帮我去更改 部类别里面的三个成员变数 然后最后的话呢 去更改成绩 因为部类别里面没有成绩 只有在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就是呼叫哪一个呢 其中路叫dates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比较特别是类似 类似的话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student本身 那student自己本身 点下去之后会参考到哪里 参考到这个plane 那plane里面的话呢 再把传进来的这个参数呢 直接再丢给 丢过来之后的话 再传给这个成员变数 帮我做资料 先把它存在这个变数里面 OK 大概这样的流程 这个是建构值 先多一个成员变数 一个成员变数 然后再加一个建构值 那再来的话就是成员方法 这个成员方法是指的是 类别 student本身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包含哪一些呢 第一个就是要把它输出什么 学生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呼叫什么 部类别的方法 所以这地方因为我有继承person 所以在person里面 有一个叫person info 那这个person info里面有哪一些呢 就是输出身份字号 身高比重 这三个讯息 所以学生资料 接下来就产生那个 身份字号 姓名身高 那最后的话 再来就是什么 成员是多少 那成员是多少的话 部类别里面没有 只有纸类别里面有 所以再加上这一行 那最后显示出来 才会是这个完整的成绩 因为person里面呢 没有成绩 在student里面才有成绩 所以在student里面 把它存取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 是纸类别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呢 在第33行 18到33行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底下 在34行到47行 我这边呢 再建立一个什么 组程式类别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 组程式类别 类别名称就是 等于我刚刚讲 CH5-1-2 这边用底线 5-1-2 然后呢 这地方的话 我们从man里面 这个入口 进来之后要怎么样 对那边的 对那边的 对那边的